大众看到一片山蓝之雾气 还有山海之在王如来 我们这边是在台东台平洋上面的有名佛寺 我们今日提出的是白管认知科学 说话主动观察者被动观察者 我们了解到人类每一个人都有一整套令人叹腐的感知与认知能力了 佛陀告诉奇哉奇哉奇哉 三个奇哉人人本具足只是迷物 迷第一个奇哉第二个物奇哉 第三个是心奇哉 所以这三个奇哉奇哉奇哉是要转为心 就是什么解形病重的心 也就是我们华夏文明当中的猖截照致的这个心 就误了这个心 所以人类当下念头细胞无际性重原性 都是在细胞里面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累世的无知无明了 还有重原性就是第二念了 在海马回的齿状回 当然我们现在透过科学 以及深度的心理学还有解剖学心灵当中了解到这是有短期记忆的在我们的身体 短期记忆以我们所谓的维世学的阿莱伊斯种植不同 同时错觉 所以了解到一切境界要配合我们当下的阳光空气水 还有什么睡眠运动饮食 会熬合成为内在心理跟生理超越我们深度身心灵细胞 称呼什么 人类倾向进行的细胞 那这个动机性的推理细胞 或者是按照人们有极强的天分 说服自己接受自己想看到的结论 同时否认那些不合自己心意的真相 佛法在地藏经告知人类 严腐体就是严腐土这个地球的土地 南占部州娑婆世界的地球人类 其心动念都在造成大脑基底和神经异常行为而造罪 白管认知科学 这是在台湾研发出了解发现的研究 看到原来发现在佛法里面 了解到细胞无际性及重原性是无意识的 我们从南山地在一家背蓝当中更可以清楚 直觉式的更是顺发式的缩时词那时快 会调用人类自己的感觉与记忆 在一瞬间评估形式 即向球员向底线冲刺时会迂回 会避开让对手的围堵 就像人类大脑神经元细胞无际性 重原新的原理一样了 为透过白镜法CHO大脑神经元 无经意观念创造什么 十项世界 当下阿弥陀佛无量光 无量受白镜床起光 才能够解决一切事端 圆满圆宇宙 本地风光 极乐世界在人间在人的身上了 这是何等的殊胜 也期盼让你看到一片湛蓝 这前面本来是释迦园 现在因为这个季节 再来这前面是最漂亮的什么 太平洋 太平洋了 期盼你能够好好地找回自己 成为真主人